平时通遥 大王小心 把他捞上来 楚王回去后 问遍群臣 无人认得此物 于是就派使者 到鲁国 向孔子请教 我家主公在渡江时 得以圆圆红红 大如岛之木 特来向先生请教 是何物 这就是平的果实 可切开来吃 是吉祥物 只有诸侯盟主 才能得到 使者回去 如实禀报 哈哈哈哈 孔子真这么说 把它切开 尝尝味道如何 果然美味 哈哈哈哈 很久之后 楚国使者又到鲁国 向鲁国大夫 说了这件事 于是大夫 来问孔子 孔夫子怎么知道的 这么清楚 从前 过到正果 路经成果 在野外 听到小孩唱歌 楚王渡江 这就是楚王得到平时的仙兆 我因此才知道 平时通谣 平时通谣 Stacy 因为 我也不知道 也可以 多 annoy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